Berry 如果 婷婷 你 你重來 等等 等等 我 剛才 重 太開心了 所以 心 都 爆炸了 如果 婷婷 該 你重來 倒走 香港 紅棍 會是怎樣 沒有什麼聲音 是不是不懂 聽 樓上的 是不懂 聽 我是懂的 如果 婷婷 你重來 女 女 賭長 香港 紅棍 會是怎樣 謝謝你 可以轉換一個頻道了嗎 我熟悉的語言 我熟悉的語言 田復甄的 IF PLUS 第一場就在香港 會是怎麼樣呢 會是怎麼樣呢 就只是這樣 就只是這樣 如果 田復甄新專輯的歌 在香港場 第一次唱 大家聽到了 香港歌 好 這是一個 還不錯的開始 但是你們要知道 其實兩年前 大概是兩年前吧 我跟另外兩個姐妹也 好幾次站在紅棠 我記得那個時候 香港的歌迷朋友的熱情 不只是這樣 香港 真的把 很多 很珍貴的東西 都陷在香港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管是SH 或是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我們 真的 要在這邊 跟香港的歌迷說聲 謝謝 也要跟你們說一聲 對不起 真的 因為 其實比較小時間來香港 可是 要感謝的是 你們一直都在這邊 守護著我們 然後 或許我們在其他地方 辦活動裡面 也從香港 飛到其他的地方 去追著我們 然後去支持我們 然後很久沒有來 可是 大家也還是很認真的搶票 所以 非常謝謝你們 持續性的 然後一直那麼熱情的支持我 所以 覺得很抱歉 來的時間很少 但是也覺得 格外的感謝 因為 你們都一直默默的 一直在這邊支持著我們 謝謝你們 剛剛有沒有聽到新歌 有 你們知道 我的第四張新專輯叫什麼嗎 日常 日常 預購 預購了嗎 預購 可是 在剛剛之前 你們都沒有聽過歌 你們預購什麼勁啊 是透過一種 什麼 直覺嗎 還是 還是一種蠻醜 預購 因為我的顏值是不是 那剛剛聽完歌聲覺得怎麼樣 超棒的 其實我剛剛第一段其實還滿緊張的 因為我很聚高 然後被掉上去很高的地方 再降下來 當一個水滴 當一顆水滴其實也不容易 真的 從高速墜下的時候覺得很可怕 所以 剛剛走出那個水滴的時候 我還兩腳有點發軟 但是又要很鎮定 心跳的拍子非常的快 跟我歌曲的拍子其實是不一樣的 非常的緊張 希望可以見入佳境等一下 有點口渴 你們有想到我可以講那麼多吧 其實以前是因為Selina跟El他們 真的是講太多了 我沒有機會講 你也是 你到底會拍我嗎 剛剛大家聽到的是 新專輯裡面的人間煙火 人間煙火就 一下就像煙火一樣 超動即吃 就沒了 但是 今天晚上 會有一些人跟他偷錄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聽到一些 不是很好的音質 但我們不鼓勵偷錄 所以我們在 午夜的時候會 釋放出 其實有沒有就是人間煙火 大家可以聽到比較完整 比較好的音質的版本 然後 人間煙火其實 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整張專輯 日常這個專輯 覺得前面只有東西擋到我 看不清楚 你們還好嗎 好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我就繼續講 想要聽我介紹專輯嗎 其實這張專輯的 其中一部分的概念 是在這幾年我自己很多的感觸 然後所以 會想要有一張 講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是日常 但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的日常的 形態都不一樣 但是都很值得珍惜 因為前一陣子 不管是氣暴事件 天災人禍 槍擊案 或者是哪裡的難民 我覺得我們 網路現在很發達 我們可以知道 很多好的訊息也好 然後讓我們覺得很悲傷 很錯愕 很無償的訊息也好 然後我們就會在網路上 常常常R.I.P. R.I.P. R.I.P. 就是一直的R.I.P. 其實 很心痛很難過 但是其實對於天災 我們是無能為力的 對一些人禍 不管是體制上的 沒有辦法 或是大環境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但我們就只能 默默的祝福 默默的祈禱 希望 所有的事情 或者是逝者 都可以R.I.P. 一直R.I.P. 一直R.I.P. 我就覺得 那R.I.P.完了之後 我能做什麼 可能很多事情 我改變不了 但是我覺得 唉 我們有點像步道大會 不要怕 我要勇敢繼續講大趣 但我覺得 R.I.P.完了 我能做什麼 就是當下 我珍惜我的當下 然後 因為無常 隨時都 存在在我們的身邊 隨時都會發生在 每一個人的身上 那如果有一天 無常找上我 別人 也會想要對我說 R.I.P. 那我真的可以 R.I.P. 那要怎麼樣 讓我覺得 我真的可以得到 這份祝福跟祈禱 我想就是 在每一個日常 我都享受它 然後每一個日常 都像煙火一樣 超常急事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把握 敵方 敵方來聽歌 我的日常就是 來到香港 欸 紅乾在那邊喔 好 那我進來唱一下 把握想唱歌的感覺 把握想聽歌的人 香港你們還好嗎 好 好久不見 想要送你們一首歌 我們 口袋的溫度 我們問他們彼此好不好